剛剛說到 就是 用痛苦這個 這個 去量度人的生活 的質素 到底是否真的有用呢 其實 我個人覺得 他的出發點是錯了 為什麼 他又求和 華盛頓 我不會屈服 你要割地賠款 我才求和 才會給你 我講回正題 為什麼我說出發點錯了 其實 首先 我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你們就知道 為什麼我會說出發點是錯的 我想你們還記得 這個 錯原村的故事 不是故事 真人真事 那 錯原村 大家都知道 他是 建這個鐵路 就要收穿 政府就說要收穿 但是 因為 那些人住了很久 他不想 他不想搬 那當然 不肯交村 就算給多少錢 都不肯 你知道中國人 尤其是 尤其是圍村 都很重視 這個傳統 這個價值觀 你給多少錢 那些 拿一輩都未必會 但是 政府要收地 你知道 大家上了新聞了 那些人 又說 蔡元村 又坐在那裡 然後就清場 然後又怎樣 然後 就 蔡元村 你走 那 這個 第一個故事 這個 真人真事 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 我想你們 走一些 譬如 又是 又是 最近 就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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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角咀那邊 那 就是 在鐵路的時候 就 有幾棟樓 就 地陷 被他搞到地陷 那 地鐵就說 不是他 不關他事 但是 都搞到滿城 歡雨 風雨 那 到底是怎樣都不清楚 但是 那條路還沒起出來 都已經是搞到這樣 那 那 就是 你現在呢 其實也是 我個人覺得 你又犧牲了這個 這個 大角咀那幾棟樓的居民的安全 身家性命財產在裡面 真的 那 你又怎樣收拾呢 那 其實 他們又 譬如 這個地鐵 那 都沒有說 可能 蓋住這件事 那 那 那 你想一下 如果 如果 好啦 剛才說那兩個 那兩個 那兩個 那兩個真人真事 有什麼共通點呢 第一 你想一下 譬如 蔡元村可能呢 其實他 都生活了那麼久 他未必說是 資源很貴乏 即是 沒有錢 政府是 給重金去買回土土地回來 他都不肯的 就是不肯走的 蔡元村村 為什麼呢 他根本不是為錢 他不是為錢 他不是為錢 那 譬如他們是不是失業呢 他們是V系的 即是可能他們都 其實也有工作的 那 譬如說 什麼 物價 物價對他來說有沒有影響呢 不是說沒有 但是他自己本身 有一塊土地在這裡 他的人心 安樂一些 他 不會說 那麼受影響 住屋就更加 現在是因為政府要逼他走 所以住屋才有問題 但是如果他本身自己呢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現在政府這樣逼他走 那 他肯定會覺得痛苦 你想想 可能他是滿足了這些條件 即是其實政府 他賠償那裏 他不是完全是 丟他出荒野 荒地 讓他們黑食 他是有賠償方案 可能又 又不知道哪裡重置 即是 政府說會這樣 但是 蔡元村村民呢 都是不肯走的 例如大角咀 那幾棟樓 那些 那些 那些市民 他有地方住的 他現在有地方住的 可能還能住 開不開心 不知道 但是起碼有地方住 那 又 又或者他們可能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失業 那 但是其實我覺得 這些堂樓住了幾十年 那些人呢 都有差不多 資產 總好過 N無人士 那些 排行公屋 或者是 譬如 新移民 我想他們都一定好過這些人 或者 譬如其他原因 其他事情 譬如環境污染 那些 環境污染 他這裏 怎麼算都好 都一定不夠中國大陸 環境污染這麼厲害 你不要 嘩 我現在升級 大哥 你 你不要這樣叫我 我好害怕的 你 你這樣無端的爆 爆這句出來 嚇死我 真是 哈哈哈 不要啊 千萬不要這樣叫我 我還很年輕 說回 剛剛 就是 他們可能 都還是 這些問題 都不是 對他們來說 一個很大的 不是很大的問題 可能他就這樣 你讓他生活 很開心 沒什麼的 普通的聲透市民 就是 出移座 有儀式 但是 你又突然間 突然間 搞到他 就是 天天擔驚受怕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不會好像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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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什麼街 碼頭圍盜 但是 又沒有人理他 那 就是你 他們又開心不開心呢 但是 如果 譬如 站在政府的角度 或者是 你站在 地鐵的角度 在地鐵的角度 他就是想賺錢 這個 肯定的 那麼 地鐵呢 就財洪 勢大 那麼 政府呢 他又 想說 建一條鐵路 方便市民 方便 中港交通 加壓交通 那麼 這些呢 是有利於 香港全體市民的 這些 也是 真是 有用的 有用的 基建 那麼 但是 你建這些基建的時候 你就 忽略了 蔡元宣的居民 或者你忽略了 這個 大國咀區的居民 好 那麼 如果我用一個 剛才所說的 對呀 香港政府 你要用剛才所說的指數 去量度人民 是不是痛苦的時候呢 一個指數 他只能夠是 顯示 一個地區 一個整體 的 大國的情況 他不能夠 每一個人 他都可以量度到 那個人 到底是不是 痛苦 如果 在 一個 就是 現在在這個 香港地區 剛才所說的 兩幫人來說 他們一定會痛苦的 我想他們痛苦之數 可能三點幾 四都不奇怪 他們痛苦到要 上街抗爭的 這個 蔡元宣 就是 搞到沒有搞好睡 那你大國咀區 人生命 受到威脅 生命受到威脅 你不痛苦 你沒有四都爆三 那肯定 會的 但是 為了香港 整體的利益 就 忽視了這幫人 那 好啦 他們 如果 我們 用一個 指數去量度 的時候 我們就會忽視了這些 個體 他們 其實是很痛苦 但是我們不會量度到 他 這個 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 這個 社會 存在著更多 不義的時候 但又在 這個大的指數 反映不出 的話 其實這個指數 是垃圾 如果 純粹用美國 失業 加通脹 喂大哥 那個地方可以沒什麼人失業 但是 那個地方的人 其實全部都是去 迫 做那些他不想做的事情 然後 如果你 譬如 那個地方 通脹率不高 但是 你的經濟成果 就不能夠平均分佈的時候 那 那些人就痛苦 然後 無端端 你又去 塑穿人家的地下 或者 你是 做一些工程 你又不去想想 一些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就是 弄一些危樓 或者是 弄一些 弄一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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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他掌穿了現在 很多 什麼指數 什麼政策 什麼指數 那些 都很公利 他為了 整體的利益 他可以 沒有看到 過體的 一些感受 或者一些情況 但是 這個是 這個 全球的政府 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 其實 有些社會發展 我覺得 有些時候 其實 我覺得 就是 他可以的確 我 譬如我 說這麼多 我做的總結 他的確是可以 用 這個 所謂的 痛苦指數 去量度人民 但是我覺得 大家不要太過 被他 騙了 就是說 這些 我滿足了這些 那我就很開心了 或者我就不痛苦了 因為不是 那 譬如 一些 他 不是說 經濟上不太會 弱的人 譬如一些 宗教人士 他正常不會理 這套東西 他覺得這套東西很俗勢 或者是 一些 從事藝術行業的人士 他什麼就業 根本就不會理 通脹 只不過影響到 他少少生活的一部分 他最想的就是 做他那個藝術的事業出來 那你這些人 你能量度不到 你純粹用經濟的角度去量度 你如果用經濟一單一的角度 去量度整體的人 你就是忽視著 每一個個體 他應該去 他應該每一個個體都要受到尊重 但你又沒有去量度他的時候 其實你這個指數 未必可以真正反映到 那個地方的人 痛不痛苦 這樣